女生会跟对她好但长得丑的人谈恋爱吗 女生不反感也不讨厌那些长相并不出事的追求者 但是女生讨厌那些长相一般但又极其自卑的人 微微缩缩连喜欢的人都不敢大胆地去追 大部分的男生想要追到喜欢的女生 都会选择通过对她好的方式去获取到对方的好感 所以对她好并不是你的加分项 你也别在对她好这件事上纠结了 还不如去好好提升其他的加分项 比如性格特产等等 实话说每个人多少都会有颜值功能 就像我我喜欢彭于晏 但是彭于晏留我是谁都不知道 难道我就废她不架了吗 不可能吧 她只是我渴望而不可及的梦 但是我也喜欢亚迪亚 不是因为颜值而是因为她的性格真的很有趣 我可以一个眼睛看起来闭了 但是她没闭上是这样的 她给人的感觉就很舒服 如果可以我也希望我的男朋友可以像她那样 我说的这些呢只是想告诉你们 女生在选择另一半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时候 颜值真的不是第一位 反而是你身上自带的某些特征才是最吸引人的 比如会聊天啊 聊天就是最容易得分的加分项 可是你们又有多少人是真的会跟女生聊天呢 聊了女生说句话你都紧张 给女生留下一个胆小没见过世面的形象 也真的呢就这样戳过了一个机位 戳过了一个心爱的人 相信你也很心痛嘛 那你还在犹豫什么 不想再说过喜欢的人 那你就来私聊我回复修修 我总交了一份女生聊天的必备话题库 要你轻松接触女生的话题 以穷容大方的姿态去吸引到你喜欢的女生